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 这个结果本身就说明了诸葛亮除了打仗 在治国方面也是很有一套的 今天咱就来跟大家聊聊诸葛亮是怎么治理赎国的 首先要说一下诸葛亮的治国思想 很多人都认为是一种法家思想 后世也多把诸葛武侯归于法家 而法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 是分成了齐法家和秦敬法家两支的 秦敬法家主张不别亲书 不书贵贱 一段语法 而齐法家主张以法治国 法教兼重 手腕上要更加的灵活一些 诸葛亮作为山东人 其思想的直接来源 实际上是继承了以管仲为代表的齐法家的思想 所以他治疏过程中的很多手段都有着管子的影子 以蜀锦诸葛孔明的决敌之姿 《关子轻重偏离》有这么一句话 可因者因之 圣者圣之 此因天下 以至天下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在国与国的贸易中 要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 以己之长 至敌之短 蜀国面积狭小 财政困难 诸葛亮深知 要实现他的北伐大业 没有钱是不行的 那怎么赚钱呢 诸葛亮选择了蜀地 一种非常著名的特产奢侈品 那就是蜀锦 蜀锦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奢侈品 早在汉代就已经闻名全国 深受各地上层贵妇阶层的喜爱 但这种奢侈品 只有蜀国才有 实在 江东历代尚未有景 而成都独成庙 故三国时 魏则适与蜀 而无意滋西道 吴国没有知谨业 魏国虽然有一点 但也远远满足不了国内的需求 两国只能向蜀国大量进口蜀锦 诸葛亮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于是一方面在蜀国大力发展之几页 甚至亲自在双流线的家里 种了八百株桑树 以做示范在他的带领下 蜀国的锦纺之业非常的发达 以至于百世离房 积住相和 另一方面 为了将蜀锦的价格控制在一个高位上 诸葛亮建立了锦官制度 官营的知谨业由锦官直接管理 而民间的知谨业也受锦官控制 要以实物的形态纳税 通过与魏武两国的蜀锦贸易 蜀国赚取了大量的贸易收入 连诸葛亮自己都说 决敌之资 为养锦耳 二 蜀国的盐铁官营 说到馆子里的经济主张 官山海可能是最著名的一种 所谓的官山海 也就是后世的盐铁官营政策 因为在小农经济时代 盐和铁这两种商品是每家每户 必须要有 但又不能独立生产的 官方将这两样东西的生产经营收归国有 然后将产品返销民间 只要定价稍微高一点 就可以获得巨大的收益 同时因为民面上没有增收税收 这种收益的增加 还不容易引起老百姓的反抗 巴蜀地区是景岩的重要产地 从战国到汉代之言业都很发达 比如像林琼十方等地都有严谨 诸葛亮制属之后 承袭管子的官山海思想 自然也不可能放弃这一块的巨大收益 不过汉代的盐铁官营政策 从武帝开始 到了东汉已经逐渐废持 到三国时期 属地的盐业多为地方豪族掌控 所以诸葛亮的官山海 其实还有打击地方豪强的作用在里面 在具体的做法上 诸葛亮一方面设立盐官铁官 全面负责官府掌控的盐铁生产和销售 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对民营盐铁业的控制 比如民营盐井要由官方统一调配销售 对民间盐铁征收产品税等等 这些也都是历代盐铁官营的常规套路 但诸葛亮毕竟是千古名相 他明白 如果单纯地依靠提高盐铁的售价 让政府获利 终究会给百姓增加很大负担 所以他在改革盐铁经营管理体制之外 还特别重视对盐铁技术质量的提升 并通过提高技术来降低生产成本 一方面诸葛亮主持开凿新的盐井 将蜀国的制盐液扩展到巴东地区 在后世蜀都府里 就有家有盐权之井的说法 更重要的是 诸葛亮大力推广活井煮盐法 也就是用天然气来煮盐 提高了井盐的生产效率 自然也能一定程度上降低价格 今年年初国家宝藏第二季里 在展出四川主研画像砖这件文物的时候 王洛永还扮演诸葛亮 再现了这段故事 另一方面 对于野铁行业 诸葛亮也是大力开发新的铁矿 比如金牛山矿 崇宁建铁钻山矿等等 都是在诸葛亮制属的时候开发出来的 同时 他还主持改进了野铁技术 推广了新的催活法 三除了开源还要节流 在管子痴迷偏离 确实有类似后世消费主义的思想 但那只是对政策效应的一种论述 在实际的应用层面 管子中的消费思想依然是提倡节俭的 财富的积累 无外乎开源和节流两条路 赎井也好 掩铁观影也罢 可以视作开源 而在另一方面 继承管仲思想的诸葛亮 对节俭也很重视 在这方面 诸葛亮可谓是以身作则 他本人的生活就比较简朴 《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记载 他家里只有桑八百株 博田十五起 去世前也留下遗嘱 要求因山为坟 种族荣官 连以十福 不须弃物 作为站在那个时代顶尖的政治人物 这样的生活和深厚事 可以说是非常简朴了 诸葛亮的节俭主张 当然也是为了他的北伐大业服务 这就是我们今天人说 消费和积累的关系一样 蜀汉人少 地侠底子薄 想要支撑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自然是要数年的积累的 对于诸葛亮这位伟大的军事家 政治家 多数人对他的军事活动比较熟悉 但军事活动 总是需要经济实力做支撑的 尤其是站在我们今天的人的角度去看 诸葛亮的光复汉事 这种在古代人看来正统的追求 其实没什么太大意义 而他治理一方国土 能够让那里的经济恢复和发展 让技术更加进步 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一些 这才是更大的攻击吧